2016年感知中国千岛飞歌中印尼友谊演唱会 9月27日晚上在雅加达举行 拉开了感知中国走进印尼活动的帷幕 节目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更拉近了两国观众的距离 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唱会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 同时邀请了中印尼两国的歌手及舞蹈演员 参与演出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共同举办的 感知中国印尼型系列文化活动 9月27日在雅加达揭开帷幕 旨在基尼部促进中印尼人文交流 加强相互了解 当晚举行的演唱会吸引千余人观看 现场气氛热烈 歌会采用中印尼知名歌手共唱 互唱对方国家歌曲等形式 凸显中国与印尼民心相亲的主题 中国歌手分别演唱了 《美丽的草原》《我的家》 《阿瓦尔古力》 《红遍》等中国经典民歌 和《一路上有你》 《小苹果》等华语流行歌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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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列活动得到我国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肯定 主办单位表示 举办感知中国活动 有助于加深印尼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考虑到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 今天的活动 今天这个是中国和印尼联合举办的一个 叫做感知中国千岛飞歌 一个中国和印尼的友谊的演唱会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在音乐这一块的交流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有很多元素 很多丰富多彩的音乐的 呈现出来的一个中国文化 给大家带来这种感受 通过音乐的交流 让大家感觉 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立体的印象 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唱会 两国歌手同唱《有一歌》 讲述两国的故事 观众如痴如醉 演出大厅里不时掌声雷动 把演唱会推向最高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会